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抢占心智》 这本书的作者是分众传媒的创始人江南春先生 他在2003年创办的分众传媒 现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家千亿级别市值的公司 那江南春呢 他本人也成为国内传媒的行业传奇人物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企业客户找到他 请他在品牌营销方面出谋划策 而这本书就是他十几年来实战经验的总结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现如今商业竞争的成败 主要取决于谁能抢先占领消费者的心智 只有那些成功抢占心智的品牌才能消到最后 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有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抢占心智的重要性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从过去的竞争思路中走出来 这本书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竞争分为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阶段 叫做工厂时代 当时产品是极度短缺 只要你有本事把产品生产出来 那就不愁买不出去 第二个阶段是渠道时代 这时候市场上同质化的产品多了起来 那怎么竞争呢 做渠道的能力越强 你就越能占领市场 娃哈哈就是典型的依靠渠道取胜的例子 买什么东西都能迅速铺开 这才打败了当时的竞争对手勒百事 这是第二个阶段 到了今天 中国的商业竞争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 那还说娃哈哈的例子 他们曾经有个产品叫非常可乐 通过渠道一度卖到70亿的销售额 那很厉害吧 后来呢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 人们了解到 原来可口可乐才是正宗的可乐 它不仅是一种饮料 还代表了一种外来的文化 于是呢 当可口可乐在国内市场发力后 非常可乐的市场迅速就萎缩了 是产品出了问题 还是渠道出了问题 都没有 真正的原因是 非常可乐 没能抢占消费者对于可乐的心智认知 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份额被惊吞之前 它已经在消费者心智的战场上一败涂地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 当你打完球 路过一个小卖部 想买一瓶可乐 小卖部的人 喜欢把非常可乐摆在更显眼的位置上 因为娃哈哈给它的利润更高 但是不行 你根本不需要在货架上东拿西看 再决定买什么 因为当你心里泛起那个买可乐的念头 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可口可乐这四个字 那小卖部的人 只能老老实实地从角落里 把可口可乐翻出来 拿一瓶给你 这就是抢占心智的威力 一旦抢占成功 你就可以在消费者的心中实现预售 你看这多可怕 所以这种局面 非常可乐怎么可能能赢呢 那么怎么才能搞定消费者的心智呢 江南春在这本书中 为你总结了很多实战经验 以及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商业案例 我们今天对这本书的解读呢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讲三种策略 这三种策略 是为了让我们想清楚 我们到底应该去抢占 消费者心智中的哪块地方 那第二部分呢 介绍三种载体 这三种载体的作用 是帮助我们敲开消费者心智的大门 让品牌的信息顺利进入 第三部分呢 讲讲负责跟消费者直接沟通的广告 要怎么设计 才能让我们的品牌 在消费者心中暗影扎寨 先说第一部分 江南春认为 一个品牌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来抢占消费者的心智 那应该是自身的行业地位而定 如果你的品牌 现在已经在行业里 处在靠前的领先的位置上 那么你应该优先采用第一种策略 那就是代言品类 品类这个词啊 是个营销学中的术语 其实说的就是一类产品 比如说可乐 是饮料产品中的一个品类 那凉茶呢 是另一个品类 从心智的角度看 品类的本质 就是我们在大脑认知中 对商品的编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消费者的心智世界 简化成一个储物柜的样子 那这个储物柜上呢 有N多个格子 每个格子都对应一个品类 这个格子放的是凉茶品类的信息 那个格子呢放的是可乐品类的信息 诶 这么放是不是很有条例 但问题是 每个格子的容量非常有限 没办法把市面上所有的品牌都装进来 怎么办 那就过滤呗 绝大多数品牌在这一关就pass掉了 最后 一个格子当中存放的 只有很少的几个品牌 就算是这几个进来的品牌 它们的地位 那也是大不相同的 对于某个具体的品类来说 通常有一个品牌在你心中是最强势的 当你要买这个品类的东西时 打开格子 诶 第一个挑到眼前的 永远都是这个品牌的名字和logo 可以说啊 它在你的心智中 就成了这个品类的代言人 比如 诶 你说到烤鸭 你就会想到全聚德 说到果冻呢 你就会想到喜之郎 空调呢 可能是格力对吧 冰箱呢 那很可能是海尔 这就是代言品类 一旦在大部分消费者心中都做到代言品类的程度 那这个品牌几乎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啊 代言品类的江湖地位是任何一个品牌都梦寐以求的 那就少不了要争个头破血流 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品类 形式已经算是比较明朗 当然也有一些品类是还没分出胜负来的 比如说代言凉茶品类的是哪个牌子 王老吉还是加多宝 那估计在大部分人的头脑当中 这两个品牌会同时跳出来 王老吉和加多宝 打了这么多年官司 从怕上火的广告语 打到那个宏观的包装 都说自己才是正宗 他们到底在争什么呢 争的不就是 谁来代言凉茶的品类吗 总的来说 那些最终在斗争中胜出的品牌 大致可以分为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开创者 开创者把一个新品类 从无道有的开发出来 然后他来代言这个品类 那自然是水到渠成啊 比如啊 一说到豆浆鸡 我们就想到九阳 九阳呢 开创了豆浆鸡这个品类 世界上第一台豆浆鸡 他们发明的 再比如说 利顿这个牌子 他看到很多年轻人 嫌泡茶一麻烦 泡开等的时间长 茶叶渣也不好处理 于是他开创了 带庄茶的品类 一个小纸包 直接放在杯子里就能泡 那市场上 再出现其他牌子 做带庄茶 大家立刻就觉得 你这不就是在学利顿吗 不过啊 可不是所有的开创者 都能顺利当成老大 稍不留神 没把握好时机 那对不起 这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卡位者 把代言品类的机会 给抢过去 比如现在说到租车 你会想到谁 大部分人会想到神州 对吗 但其实并不是神州 开创了租车市场 在他做这块业务之前 中国的租车行业 已经有两个大老级的公司 神州只是第三个 跟那两个比 当时的神州租车 既不够专业 也没有先发优势 车的持有量 也比人家少一半 还好 那两个大老 他不懂抢占心智的道理 于是神州租车 抓住机会 花了大量的资金 请江南春的 分众传媒打广告 重点是 占据各大一线城市的 写字楼机场 目的就是在消费者心中 刻上六个字 要租车 找神州 那等到两个行业大佬 回过神来 神州已经卡位成功 在消费者的心智中 完成了租车品类的代言 卡位成功的案例 那可不在少数 听过瓜子二手车吗 这也是一个 卡位成功的例子 他的对手 人人车 比他早成立了 整整一年 但是现在说起二手车 大多数人想到的 都是瓜子 再说喜智郎 他开始做果冻的时候 国内各地 已经有好几个 大的生产商 喜智郎完全是一个后来者 但是喜智郎发现 消费者的心智中 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 果冻领导品牌 于是他精心给自己 起了一个日本化的名字 让自己看起来 像是一个进口品牌 然后打出来那句 有名的广告语 果冻 我要喜智郎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成功地把果冻和喜智郎 挂起钩来 此后他才成为了 果冻这个品类的代表 所以代言品类的地位 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 落到谁头上 即便你是品类的开创者 也不例外 你不抢 那最后就是别人的 那你可能会问 如果我进场的时候 发现别的品牌 已经完成了代言品类的布局 我还要不要争 我也打广告 争这个代言行不行 大体上 只要对方不犯错 你基本上没什么机会 因为消费者的心智认知 它有个特点 就是一旦确定了 就很难改变 那怎么办呢 别急啊 你还有其他 抢占心智的方式 这就要说到 我们的第二种策略 占据特性 不妨来看看 百事可乐的例子 它和可口可乐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 你有没有想过啊 它挑战的 那可是可口可乐 世界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 那这一百多年来 百事可乐是怎么熬过来的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 仍然活得好好的 而没有被可口可乐 击垮或者兼并呢 百事可乐的做法是 它不追求代言整个品类 但是它成功地 从这个品类上 占据了一种特性 什么特性呢 百事可乐把自己 界定为年轻人的可乐 这一招什么意思 从消费者心智的角度看 仅仅可乐这个关键词 你可口可乐是首选 我认了 但是我可以给可乐 再加上个年轻人的限定语 如果谁又想喝可乐 又想体现年轻人的身份 那么我百事可乐 就是首选 最大的地盘 给你可口可乐 但这块我画出来的地盘 你也别想抢走 这就叫占据特性 那你可能会想 假如排名第一的品牌 打过来怎么办 它连这个特性也不想给你 你哪来的自信 就一定能守得住呢 是不是能守住 这就要看这个特性 你选得准不准 你在挑选特性的时候 千万不能说 自己觉得哪个好 哪个符合你的发展思路 就选哪个 你要仔细观察 那个第一的品牌 关键是要找到 它的战略性弱点 什么才算是战略性弱点呢 就拿可口可乐做靶子 你觉得它有什么弱点 它口味单一 那要不要考虑 把多种口味 作为你的特性 它价格有点高 那是不是把低价 作为你的特性 它瓶子小 那把大瓶可乐 作为你的特性 No 这些都不是 真正的战略性弱点 因为只要可口可乐想 它同样也可以这么做 我们刚才说的 这几个招数 过去百事可乐 几乎都用过 结果就是 它一度走到了 破产的边缘 直到最后 百事可乐终于醒悟过来 它发现 可口可乐的战略性弱点 就是它优势的对立名 你看 可口可乐最大的优势是 它悠久的历史 让人有一种经典的感觉 而在这个优势的对立面 就是它的战略性弱点 它不够年轻化 当老一辈人 都在喝经典的 可口可乐的时候 年轻人要怎么样 才能跟老一辈人 划清界限 体现活力呢 那就买我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当然不会傻到 放弃它经典的身份 那么与此同时 它也就永远无法在 年轻化的特性上 击败百事可乐 再说一个例子 宝马面对奔驰 也是这么做的 奔驰汽车 车身宽大 乘坐舒适 这是你的优势 那我宝马呢 反过来就把车身坐窄 让年轻人在驾驶中 获得更多的乐趣 这是国外市场 国内也有很多这种例子 那前面提到的神州 后来也做滴滴那样的 网约车业务 叫神州专车 能打过滴滴吗 打不过 但是滴滴有一个问题 很难克服 那就是你见到的滴滴司机 基本都是兼职的 缺少严格的筛选和管理 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让滴滴能迅速做大体量 但同时也埋下了 很多安全隐患 神州专车呢 车是自己的资产 司机是自己的员工 管起来就顺手多了嘛 所以 他给自己找的特性是 安全 说坐我们的车 肯定不会发生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这就抓住了 滴滴的战略性弱点 前面两种策略啊 代言品类 是给领导品牌准备的 占据特性呢 是给跟随品牌准备的 那还有第三种策略 双方都可以使 叫做聚焦业务 无论是领导品牌 还是跟随品牌 摊子都不能铺太大 从心智的角度看呢 如果你给自己贴的标签太多 那么消费者有可能 想起你的品牌 就一头乱麻 搞不清你是做什么的 所以任何一个品牌 都需要聚焦业务 那通过专业主义 通过缩小范围 你才可以长久的 在消费者的心智中 拥有一席之地 比如说卖卖这个APP 人卖的卖 有不少职场人士都在用 因为它的定位是 专注于工作的社交APP 市面上社交软件那么多 我不给你们正面对抗 只做职场的社交总可以吧 还有拉钩网 在它之前呢 已经有了 虔诚无忧和致连招聘 这样的巨无霸 那么它是怎么从 行业巨头的碗里 分到一杯羹的呢 因为巨头的网站上 信息太杂呀 拉钩网的定位是专门为那些 拥有三到十年工作经验的 互联网人提供工作机会 尤其是这群人跳槽还频繁 价值又高 所以只要占据这群人的心智 我就能活得很好啊 这是最近几年 互联网创业潮中诞生的案例 那传统行业呢 传统行业也一样 最好玩的是下边 这个火锅的案例 说到火锅的品牌 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海底捞 第二个呢 是小飞扬 再往下可能就说不上来了 不过现在冒出来了一家巴奴火锅 巴奴火锅呢 是在郑州起家的 原本它在郑州 一直也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没有很引人注目 但到了2011年的时候 巴奴给自己重新做了个定位 说服务不是巴奴的特色 毛肚和菌汤才是 前面那句显然是针对海底捞说的 关键是后边这句 原来呢 它只是泛泛的做 重新火锅这个品类 这在市场上可海了去了 现在一下聚焦到 毛肚和菌汤这两样菜品 居然迅速扭转了亏损的局面 过了一段时间 尝到甜头的巴奴火锅再次聚焦 菌汤都不要了 就剩下毛肚 索性连招牌也改成了 巴奴毛肚火锅 这两次特色鲜明的聚焦 成功的让很多人记住了巴奴 现在它已经开始 从郑州进军全国 在北京上海都开了分店 开始真正挑战其他的大品牌 当然啊 聚焦业务这一条 不仅仅是给那些创业公司 小品牌说的 大公司大品牌也一样 很多大公司 盲目的扩张 兼并 在品牌下面 塞入的产品太多 结果就是 让这个品牌变得不伦不类 比如说惠普 既做PC 又做打印机 还做数据库 咨询和外包服 一说惠普都知道 但问题是 人们越来越搞不懂 惠普的定位是什么 这就跟一棵植物 失去了根一样 惠普这个品牌 它也失去了 在人们心智中的根基 现在可以说 已经彻底衰落了 IBM曾经犯过一样的错误 在行业里边 大包大懒 什么都干 发现不行 开始做减法 包括把ThinkPad卖给联想 现在人们一提到IBM 那就是一家 富有前瞻能力的 技术服务提供商 所以它至今都充满了活力 总之呢 做品牌 一定不要追求大而全 一个品牌被人记住 往往是你在做减法的时候 什么都干 不如找准一个领域 埋头苦干 你的定位越窄 品牌对消费者心智的 穿透力就越强 因为死磕到底的匠人精神 会帮助你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它才能在产生某种需求时 把你作为首选 通过分析这三例策略 代言品类 占据特性和聚焦业务 我们已经想清楚 抢占心智的目的地是哪 那定好了策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想办法 做好品牌传播 很多品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时代能选择的商品 实在是太多了 消费者本能的 会对商品信息进行筛选过滤 你把策略定得再好 品牌信息没法进到他心里 那也没啥效果 所以你还需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传播载体 作为打开消费者心智大门的 敲门砖 那哪些载体符合这个要求呢 有这么三类 第一类传播载体是 社会话题 就是说 把品牌和社会话题 结合在一起进行传播 消费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而这个话题呢 恰好是跟你的品牌信息 绑定在一起的 那么你的品牌 也就能跟着 进到消费者的心智世界中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大明顶礼的储成 是怎么通过 制造社会热点话题 红起来的 从储石鉴 初遇创业开始算起 储成有整整十年的时间 没什么影响力 本来嘛 中国市场上 从来也不缺高品质的农产品 但是这时候啊 一家网站看到了 储成背后的潜能 于是找 储石鉴要了橙子的代理权 然后开始着手制造 社会热点话题 他怎么做的呢 这家网站的营销人员 先是写文章 介绍储石鉴的传奇经历 包括身为烟草大王 怎么锅当入狱 之后75岁再创业 如今85岁高龄 种出的橙子怎么好等等等等 然后在微博上 疯狂爱他各界的名人 等了两个月 终于等到了 王石和柳传志 两个人的转发 那储成的话题热度 开始暴涨 紧跟着啊 企业界 文化界 美食界的各路大人 纷纷为储成捧场 从而引发了 全社会的热议 为了避免 营销痕迹过于明显 这篇文章啊 对买储成的事 那是只字未提 那怎么做销量呢 过了段时间 话题也聊得差不多了 这才把真正的销售广告 投放到江南春的 分众传媒上 投三周 就卖了六千万的销售额 储成这个例子啊 是先做话题 再打广告 你也可以先打广告 然后把广告本身 炒成一个热点话题 有一年网上 流传一个抢火车票的插件 猎豹浏览器 发现这是个机会 打出来广告说 猎豹浏览器 可以帮你五秒钟抢到票 那会是春节前 大家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 都在为买票的事 忙个焦头烂 所以广告一出来 立刻成为 社交媒体上 热烈讨论的话题 之后呢 猎豹浏览器 还组织了六十辆大把车 给那些用了自己的产品 还没买上票的人 免费使用 经过这一仗 他从一个 浏览器市场上的小角色 摇身一变 成为众人皆知的热门产品 这是用社会话题 敲开消费者性质大门的例子 你可以考虑的 第二类传播载体是 娱乐节目 这几年有很多品牌 是跟着娱乐节目 一起活起来的 最典型的是前几年 加多宝跟中国好声音的组合 一句正宗好凉茶 正宗好声音 帮助加多宝 一遍又一遍地 完成了全国性的传播 那如果没有好声音 作为载体 你能想象加多宝 从一个新品牌崛起 迅速取得和王老吉 分庭抗礼的地位吗 跟娱乐节目结合的思路很好理解 那问题在于 中国的娱乐节目 每年有好几千个 你怎么选 江南春在这本书里 给出了几个原则 首先是尽量选头部内容 也就是那些最热门的娱乐节目 上不了头部内容 品牌的传播效果 就要大打折扣 那其次呢 是争取做节目的冠名品牌 比如说歌手这个节目 让很多人记住了 利白喜意 其实除了利白 节目中间还插播过 几十种品牌的广告 那这些品牌谁记住了 没有 所以能做冠名 就做冠名 再就是 看准了一个节目 就要持续合作 最好能做三年以上 把这个节目的目标人群吃透 这会比经常切换阵地 倒住下毛毛雨的效果要好 加多宝在好声音 利白在歌手 都是如此 反复冠名 反复播 让品牌和节目 有足够的时间 来形成一个 印象深刻的绑定 社会话题和娱乐节目 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喜欢 主动打开看 那才有效果 还有一类传播载体是 被动空间 所谓被动空间 指的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消费者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不得不被动地接受 你塞给他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 飞机上的那些杂志 你可能觉得它没什么意思 但是没办法 飞机上面不能玩手机 所以很多人 不得不靠翻翻杂志 打发下时间 那杂志上的广告 它就会发挥作用 另外 电影院也是一种被动空间 黑漆漆的 看手机不舒服 那就看看片头广告 还有超市这个地方 手里推着购物车 你就干不了别的 只能随便看看四周的情况 这时候 如果有一块 放视频的广告屏 那就很容易 抓到你的注意力 不过 刚才说的这几样 跟下边这个比起来 那就是小物件 大物 猜猜什么地方 电梯里 那么多写字楼 小区 公寓 那么多人 每天上下多少趟 只要电梯门一关 你基本上 就只能耐心地收看 他给你播放的广告 而且在电梯 那么一个枯燥的环境里 这些广告 经常还算是有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 像分众传媒 这种电梯媒体 受移动互联网 冲击最小的原因 因为它既有强制人们 接收信息的属性 同时还是城市主流人群 高频率的必经之路 用好这三类载体 这时候你可能已经成功地 进入到了消费者的心智世界 那最后能不能站住脚呢 还要看你的广告设计的怎么样 因为广告是直接负责 和消费者进行沟通对话的 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 抢占心智的效果 第三部分 我们就说说广告的设计 怎么设计一个好的广告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那广告就应该是 灵光一闪 妙手偶得的创意 而江南春的观点 恰恰相反 他认为广告其实没那么神秘 与其靠创意 不如靠套路 一个好的创意 可能确实会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 但如果你没掌握套路 你点睛点出来的 可能不是一条龙 而是一头猪位 所以套路的作用是 它不一定能让你拿满分 但至少可以拿个80分 保证这个广告 对抢占心智 是有正面效果的 江南春所谓的套路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广告三段论 哪三段呢 第一段是讲定位 这个定位 是和前边抢占心智的策略 要保持一致 你到底是要代言品类 还是想占据特性 或者是聚焦某一块业务呢 就是通过这一段 来传递给消费者 传递的方式可以很灵活 你可以直接了当的 说你能为用户 解决什么样特定的需求 比如说装修 就用土八兔 困了累了喝红牛 你还可以来个戏剧化的表达 饿了吗 那句广告 就让消费者一听 觉得很有意思 饿了别叫妈 叫饿了吗 总之呢 把你之前策划的 品牌定位讲出来 当然也有反面例子 建设银行 有一句广告 到现在还在用 但实在不怎么样 这个广告就四个字 叫善见者行 你说它有文化吗 太有文化了 反正我是一下没读懂 据说这里边既用到了 道德经的典故 又用到了谐音的梗 咱们作为消费者 那就慢慢品吧 这四个字 可深着呢 问题是我们读都读不懂 你怎么靠这句话 去抢占心智呢 所以品牌的定位 在第一段就要讲清楚 如果广告时间短 只做这一段就足够了 如果设计的长一点 这时候你还会用到第二段 叫做信任状 古代有投名状 这个词叫信任状 意思差不多 就是你得亮出点 能证明你的东西 你需要让消费者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 你的品牌是靠谱的 常见的信任状 有这么几种 比如说三年累计销量 一亿台 或者是七亿用户 都在用的APP 这二用到的信任状 是大众的态度 那再比如 曾经的那句 人民大会堂专用 哇哦 立刻让你感觉 这是用来招待各国元首的 对吧 那信任状呢 就是权威的背书 还有的 他会强调我们是 百年老店 中华老自豪 现状是什么呢 是悠久的历史 这是第二段 三段论的最后一段 叫做利益勾引 利益勾引的作用 是告诉消费者 他眼下采取行动 就能立刻得到什么好处 比如说 新注册用户 七天免费 或者是 双十一期间购买 价格最低 你还可以告诉消费者 你产品的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比如说储城 他宣称自己是 二十四比一 黄金酸甜比 有多少人能吃出来 这个橙子的酸甜比 是二十三比一 还是二十四比一 吃不出来 不过这个概念呢 对抢占心智 它就很好用 最后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所倡导的 抢占心智 本质上 它是一种营销理念 它跟传统营销 最显著的区别是 传统营销 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为导向 而抢占心智呢 关注的则是如何夺取消费者的记忆力和注意力 一个品牌要做到抢占心智 首先要根据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 考虑采用哪类抢占心智的策略 是代言品类 还是占据特性 或者是聚焦业务 确定了策略之后呢 你还需要选择品牌传播的载体 用社会话题 娱乐节目 或者是被动空间 来作为进入消费者心智世界的敲门砖 最后啊 你还需要确保你的广告 是符合抢占心智要求的 三段论可以帮助你 结构清晰 简单明了的做好广告设计 让你的品牌 最终在消费者心智中 站稳脚跟 以上呢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